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要疯了 要知道 这可是防弹剥裂 我盯着那只手浑身瑟瑟发抖 想起阿彪和阿八 头一次感觉到自己不配当一个军人 我怎么能这么胆小 我怎么能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可是我真的不敢 一想到阿八和阿彪离开车之后的下场 我就根本生不出一点反抗之心 我想如果真的要死 我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被这东西给拖出去吃了 嘘 拿手缩了回去 车外冒出一颗人头 是一颗篮球大小的人头 光秃秃的 没有眼珠子 这颗人头比起之前电网上那颗巨大的人头要小了很多 我不明白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更不明白这样一颗死人头为什么会动 片刻之后 他的脸转向了我 紧接着脑袋狠狠一撞 玻璃被他撞出一个巨大的凹痕 我有种预感 再这样下去 玻璃一定是挡不住他的习气的 他又连撞了三下 整个吉普车都跟着在抖着 我忍不住缩到车的后面角落里面 从这个位置他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他 我没想到这个动作竟然有用 躲起来之后没多久 他便停止了撞进 很久之后 四下里一片寂静 那玩意儿似乎走了 由于天还很黑 所以我不敢出去 等到黎明太阳出来时 我才有了离开车门的勇气 但是 等我走到车门处一看 才发现 那东西根本就没有走 周围草场在动 里面如同有很多东西 在钻来钻去似的 就像是一条条大蛇在爬行 偶然间 我看到草丛里钻出一只手 猛然抓住一只兔子 紧接着 手便收了回去 片刻之后 那只手又探了出来 而这时候 他手上已经没有兔子 只剩下血 和粘连的一点兔毛 这东西白天不是不出来活动吗 我想起了阿彪之前的话 心里明白过来 或许这是01 已经彻底发生某种改变 这种改变 兔子那伙人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他们一直采集样本 然后研究出了一个 可以对付01的东西 准备在白天将它歼灭 然而 这个计划 却因为运送司机的失踪 而起了变故 现如今 01已经完全不去白天 只怕就算再找到那样东西 也是于事无补了 我盯着那些带血的手 重新缩回车里面 持续等待着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 但现在除了等待 似乎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用度日如年来形容 毫不为过 我偶尔爬到车窗口 去看外面的环境 总会发现那些手 留下来的痕迹 我知道他并没有走远 他巨大扁平的身躯 应该就埋伏在草丛里面 很快 饥饿干渴的折磨也随之而来 一开始我还抱有希望 希望能逃出去 但直到现在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逃出去了 我的眼前一片金光 舌头和肚子 已经因为极度饥饿和干渴 而失去了知觉 现在我既不觉得饿 也不觉得渴 白天我还虚弱地只能爬 但这会儿已经可以坐在这里 来编写这篇记录了 我知道 这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只是在死之前 我不甘心 为什么我们要成为牺牲品 我可以死在战场上 死在保卫人民的第一线 但我不应该死在这个地方 不该呀 不应该 最后 几乎整篇都是这几个字 笔记到此结束了 众人看完 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独眼龙先开口 说 看这字 怨气好大呀 听说怨气大的尸体 容易变粽子 粽子 刘队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说 什么粽子 我连忙转移这个话题 他大概是想吃咸肉粽子了 根据这本笔记上所讲 这地方曾经出现过一个 了不得的东西 而且那东西 还是某个古文明遗迹 所留下来的 你们说 会不会跟古蜀国有关呢 戴帽子的光头 嘴里遮了一声 跟古蜀国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我现在就关心 这笔记里记载的那个灵衣 是不是还在这一带 说着 朝着刘队说 刘小姐 我们只是探险队 可不是赶死队 如果那东西还在这里 这个任务 我们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显然 刘队在国内雇佣的这帮人 应该都是这个戴帽子的光头 欠的信 他这么一说 其余人也是纷纷点头 七嘴八舌说太危险 要死人什么的就不去了 刘队一时气劫 冷哼说的 都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怕什么 再说了 如果那东西真的还在这一带附近 之前那些少年敢出来放羊吗 板寸头摸了摸胡子拉长的下巴 就说 不一定啊 这一带原本就是那东西的老巢 保不准他一直就没出去过 那些牧羊的少年 不都没有踏足这一块吗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遇到的最后一个牧羊人 他说了 这里面会踩到冬蛇 可是咱们进来也一天一夜了 你们有看到过冬蛇的痕迹吗 我心中立刻明白过来 难道所谓的冬蛇 并不是真正的蛇 而是那些隐藏在草丛里的手吗 这会儿 众人都是身处半人高的草丛之中 碎血压着摔草 让它们折弯了腰身 否则只怕会更高 我们站在车周围 这里的杂草 都被摄影师和独眼龙清理掉了 因此 勉强能看见脚下的情况 是一片湿润的黑土 如果离开这里 我们的下半个身体 是完全在草垫子里 草垫子里藏着什么 谁也不清楚 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 刹事件笼罩在众人的心头 戴帽子光头 盯着车边自杀的尸体 目光闪动了几下就说 刘队 你来之前 难道没有查过这里的资料吗 刘队间众人 临时打起了退堂鼓 有些生气就说 当然查过 我知道会过草垫 所以装备里才会有防水靴 可是我没想到 这里草垫情况会这么特殊啊 顿了顿 他皱眉说 这是我的失误 我给你们美人多加三万块 继续走 众人面面相去 最后戴帽子光头说 要商量一下 一行人便凑到几米之外 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 唯有我 文敏 独眼龙 还有那个女医生没有走 女医生是刘队在国内的朋友 文敏和刘队虽然算不上朋友 但因为有长辈介绍牵线 所以彼此比较信任 我和独眼龙是比较镇定的 上刘队有些奇怪 他就说 怎么 你们不犹豫吗 看完这本笔记 还敢往前走啊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我和独眼龙这样的反应 确实很奇怪 正当我组织说辞之时 独眼龙已经是哈哈大笑了 怕个球啊 我们兄弟两个 可不是为你的劳务费来的 那古蜀国想必宝贝很多 到时候你拿你的天眼 我们哥俩也挑几样东西 大家各取所需 你别拦着就行 对于独眼龙这套说辞 我没有打断 毕竟没有谁会单纯的 因为一个相识不久的人 去冒生命危险 相反 独眼龙直接说 我们是为古蜀国的宝贝 反而是可信心 果然 刘队放下心来 笑着说 原来是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他笑看了文敏一眼就说 秘密妹子 当你这个文物 祭司警官的面 说要偷古蜀国的宝贝 你也不管管的 文敏装糊涂说 你说什么 什么宝贝 一性人心照不宣 没有那个女医生 心思比较单纯 看起来有些懵懵懂懂的 虚语 那一伙人似乎商业好了 走回来说 我们想过了 这钱谁都想赚 但不能为了钱没了命 我们有一个主意 如果刘队愿意接受 咱们就继续合作 不愿意 咱们就分道扬镳 什么主意 你说 戴帽子的光头 只能指我手里的笔记本 就说 我们必须得防人那个东西 他不怕枪 不怕电 所以 我们必须得要对付 他的手段 一方万一 你看看 咱们身上有什么 就几只枪而已 我想 咱们不如这一次先放弃 回去准备一些重装备 重头再来 所谓的重装备 自然是指炸药 榴弹 火枪一类东西 那些东西 没有路子的人 是不太好弄的 专锐那些人 弄起来倒是容易 只要给钱就行 但刘队毕竟是个走正路的 装备里有几只枪 想必已经是费了很大功夫了 哪里还能去弄重装备啊 刘队皱起了眉头 戴帽子光头又说 我们哥几个 也是跟过很多探检队的 路子还是有的 只要您出钱 装备就能弄出来 将军部大巫准备这仗 咱们这么冒冒然进去 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 刘小姐 你自己想想 刘队思索了变革 问弄到重装备要多长时间 戴帽子光头说 至少得两个月 得提前订 我听到这儿有些诧异 之前专锐等人下头 弄装备跟玩似的 当时我还不觉得怎么样 现在一对比 立刻就知道 专锐那伙人的水有多深了 刘队闻言立刻拒绝 说不行 理由是 现在已经是十月份 再过两个月 就已经入冬 入了冬 这地方更难进 到时候 脚踩在雪里 拔都拔不出来 遇到危险 根本就来不及跑 如此一来 便要等到开春 这前前后后 就是五个多月 刘队说 自己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上市场